Hello 大家好 我是Rock 我刚才我在上面给我热的 我上一期跟节目组说 我说实在不想穿马甲了 给我换一件 是吧 给我找来一件老年毛衣 刚才上面就一直出汗 但是听完忽兰的表演 我现在这个心是挖凉挖凉 这节目真的太残酷了 太狠了 逼成什么样了 国宰都逼成什么样了 刚才听他讲中年危机 我真的是挺有共鸣的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真的在场 有谁比我跟中年危机吗 破碎的家庭 今天就不聊了 好不好 这个话题就留给承诺了 我们就先聊聊身体 我这个身体真的是 一天不如一天 前段时间我脖子手上 就根本动不了 然后我就发现脖子 关乎一个人的智商 真的 你想一个人如果脖子很灵活的话 你会觉得他很聪明 你感觉他有一条妙计 但是你知道一个人 如果脖子不能动了 看起来就会特别傻 那两天我动不了 别人一喊我Rock 我就 啊 谁 谁看我 站哪儿 然后我就去看医生 我跟他说自己状况 我说脖子动不了 肩膀很僵 那医生很认真的看着我问 你那个感觉 是不是就像你的肩膀上 做了一个人 给我吓的呀 我说啊 有吗 我说怎么老有人喊我啊 谁 太惨了 今天 今天我觉得大家 其实都挺难的 首先我觉得疫情 改变了很多东西 然后前段时间 我去参加一个活动 见到主办方 很自然就想握手嘛 手伸到一半的时候 我想 要不算了 就不接触了吧 又不熟 想到这儿 我就把手收了回去 所以整个过程看起来 就像是我在玩它 就你好 哎 所以那个活动 也不是很顺利 然后大家都知道 我在北京有个健身房嘛 上半年就因为疫情 基本没有开门 你知道吗 一个月好几万的租金 就跟烧钱一样 我就感觉 我开了一个火葬场 我就卡 在那儿烧啊 每个月都烧走 好几个会员 哎呀 我说你们走得 怎么这么快呀 太难了 真的 很多教练 没有地方上班 知道吗 被逼无奈 开始做直播 带网课 带着老铁撸铁 教练这边 耶 再来一组 老铁那边是吧 沙发上躺着 抽着烟 哎 累不死你 没法弄 我一直觉得 有一个谣言 你知道吗 叫做健身上瘾 你们听过吗 我就不明白 健身要这么上瘾 开健身房 为什么会赔钱呢 我不应该在家 数钱吗 会员在外面挠门 说 哎呀 求你了 让我再练一会儿吧 没这事 说实话 我这健身房 我今年觉得 估计是要黄 到时候我也就 只能开始直播带货 是吧 甩卖杠铃 本店应经营不善 杠铃一律两元 只要你拿它走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有点 没办法 我只能好好说透口秀 但是你到这个比赛 我真的是越比越害怕 尤其我看到周期末这种人 就这个人也太能复活了吧 就是他两次挑战忽兰 两次被淘汰 两次又复活 你知道他第二次被淘汰的时候 我都哭了 我都动感情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真的认识他很多年 我说他终于来节目了 我再来我说 周期末真的要被淘汰了 然后我眼泪没干 这个人就复活了 我说这不是玩弄我的感情吗 当然我不是针对周期末 我觉得他仍然是我深爱的男人 我只是有点心疼忽兰 知道吗 这一记下来 我真的觉得忽兰太难了 他净接受挑战了 我就觉得他都懵了 他心里肯定说 这人干什么 怎么一记都追着我打 就死了就复活 死了就复活 太可怕了 我觉得忽兰晚上要能睡着 梦里肯定都是周期末 周期末你别过来 别过来 是男人就别过来 你说大家都是脱口秀老炮 为啥他就有三条命 他就这么持久 就一直复活 他是嚼了炫脉无糖口香糖吗 美味持久 久到离谱 还停不下来了 真的 我刚才坐在上面我就想 哎呦 我太惨了 你说周期末把忽兰逼成这样 非要选我 现在一肚子气全撒我身上了 我招谁惹谁了 你说忽兰你也是 你为啥不能接着挑他呀 你俩继续呀 你三顾茅庐呀 你说把我留给程璐都好 我们俩离婚男孩是吧 我们 谁要给你离婚男孩 我要我们内部切磋切磋 但我也知道 节目就是越激烈才越好看嘛 2020大家其实真的都很难 大家都很平 是吧 所以呢我觉得我还能继续站在这个舞台上 逗大家开心 我真的觉得自己呢 非常的幸运 谢谢大家 我是Sharic